这条红砖铺成的道路被称为自由之路 贯穿波士顿的主要历史古迹 其中包含美国第一所公立高中 波士顿拉丁学校 作为美国教育理念的发源地 有超过100所高等学府遍布在这座城市 这里成为中国大陆留学生的首选地 选择这里的高中留学 感觉上离长春藤更近了一步 根据统计随着中国大陆高所的人口越来越多 中国大陆学生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 也越来越明显 数据显示近五年到美国就读初高中的 中国留学生数量增长将近三倍 成千上万的家长夹到欢送 100多辆大巴士 500多辆轿车 上头载的是安徽小镇 今年六千位参加高考的考生 这是大陆每年考大学都会出现的新闻 在中国大陆大学联考叫做高考 这是一场从三岁就开始布局的竞赛 一场响尽大陆名校的竞赛 大陆人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来形容这场半场而激烈的竞赛 一次次的淘汰赛也是一次次的精英加冕赛 而很多人为了逃避这场战局 选择了出国留学 而针对越来越庞大的留学潮 腾讯视频做了一系列的纪录片 通过主持人亲身体验及访问当地留学生的方式 让观众真实而且客观地去了解美国高中教育 以及留美生活现况 包括如何选学校 是选择住宿家庭好 还是住在学校宿舍好 美国的高中到底怎样上课 以及孩子们来美国留学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主持人通通检验给你看 现在整个私立技术高中的录取率 要比普林斯顿长枪腾要低 有个好几个理由 如果有不足够的座位 比如说你的球技比他好 但是教练就不用你 因为你是中国人 真的吗 劈哩啪啪啪像那个爆炸 我转头一看 那个女性已经倒在那个地上 浑身都是雪 哇 如果你在住家里 就是像技能理想的那种感觉 以前住家就是 他们一说我 我就心惊胆着我就害怕了 很多主席的东西都放弃了 就是为了他的教育 就觉得我这样待下去有必要吗 在美国 寄宿高中 平均每年学费大约5万美元 当地生活费1.3万美元 4年下来合计人民币 至少170万美元 折合台币780万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但是中国大陆父母 为了培养孩子 怎么都会不计一切代价的 出国拿国外的学历 等于直接跨过高考的独木桥 进入精英门槛 中国大陆父母觉得 这是对小孩最好的安排 但是小小年纪就出国 还是要面对不少的挑战 是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 第一年的经历 然后当时有很多很多挫折 我知道我必须要自己去解决 我必须要自己去克服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语言门槛 纽约时报说 中国学生学习以考试为中心 高中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 准备高考 因此大部分学生 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苦读英语 是经常的事儿 他还遇见一些学生 能在短短一个暑假的时间里 提高30到40分的托付成绩 但是他们的英语口语 却一点都没有提高 对留学生来说 一边学习英文 一边学习生物学 可能有一点难过 这是P5 这是P4 P3 P2 P1 这什么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报告 这恐怕是所有亚洲学生 最不适应的地方 安因斯坎说 如果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解决一个问题 我可能会花55分钟的时间 来确定如何提问 一旦知道如何发问 我可以在五分钟之内 解决这个问题 提问很重要 他们的这个基本结构 最后就是先发材料 发材料提问 提问讨论总结 然后再回去写paper 实际上就是 让你有一个 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和方法 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课 在美国高中课程多样 一所学校开设的课程 可以多达140门 学习时间不定 大多时间自己掌握 课表因人而异 学什么由你自己决定 该如何 在如此自由的学习环境中 获得学业成功 是每个留学生要面临的问题 我认识如果你有没有看到世界 你不可能会形成世界 学习 要做什么 比自己更大 只是一个经历 但是应该去试一试 我是十五岁的时候去的 十六七岁的时候 十六七岁的时候 离开你的家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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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离开景山 特别隆重的 所有人就把他婚送我说 他出不了 出国了 自己一个人坐飞机 转机 我姥姥 我爸爸都在国内 就还是会舍不得 在亚洲 判断一个人的实力 并不是来看你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 而是要将你和其他人比较 来看你做得是否更好 而在美国 学生多半有种心态 那就是要活得独一无二 中国的教育制度过于严厉 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在尝试改变现状 政府和家长都对目前的教育现状不满意 但是每个人也只是说 现状就是这样 FM FM FM